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三号选手 李金明 有请 这是学生吗 你好 金明 老师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李金明 来自河北苍州 今年33岁 是一名大三的学生 33岁 还记得标签是什么吧 一加一大于二 月亮姐姐 你猜猜这什么意思 没猜出来 就这样的年龄 还是个学生 对 是的 因为我的大学梦 迟到了13年 虽然迟到了 但是圆了我的大学梦 也圆了我弟弟的 也成就了我弟弟 在我的家庭来讲 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的成就 而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所以这么个一加一大于二 对 那咱们这故事得从什么时候 开始聊起呢 是在我17岁的时候 之前是考过那个 中国音乐学 中央音乐学院 考上了 家里人都是很高兴的 但是考上之后呢 才知道 就是大概算了一下 学费 生活费 每年得需要一万多 一万多 对 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 我爸爸是老师 妈妈是农民 对于你们这个家庭 对于你的爸爸妈妈来讲 负担很重 对吗 对 当时因为我爸爸的工资 只有300块钱一个月 然后呢 家里条件也是特别差 而且我弟弟还在上学 而且还有一个弟弟 对 当时就是考上学校以后 家里特别开心 然后我爸爸就到处去借钱 因为他 家里好多人对这个唱歌 他是不理解的 他觉得你唱歌没有出路 然后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所以爸爸就借了钱很少很少 然后我就说 我就跟我爸爸说 我说爸你别借钱了 我说我不上了 所以做了这样的决定 就彻底放弃了学业对吗 对 然后就辍学了 那你去哪里打工呢 那个时候就来北京 因为北京是离我梦想 最近的地方 所以及时打工也要来北京 对 来北京的时候 我只贷了三百块钱 然后当时坐车是花了四十二块钱 然后花一百八十块钱 租了一间地下室 然后买的那个 就是床单 被褥之类的 就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吧 然后手里只剩了二十块钱 然后我也现在不敢停下来 我得赶紧去找工作 如果再不找工作 我可能就要饿肚子 17岁的年纪 一个人带着三百块钱闯北京 对 是的 按顿好了就剩二十块钱 是 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对 你找的第一份工作是 刚开始做饭店服务员 然后做手机销售 然后还在商场卖过衣服 就是各种工作吧 就是做了几年 当时 其实我最早最少的时候 每个月只能赚八十块钱 怎么能八十块钱啊 但是我就会想办法 能挣得更多一些 然后慢慢地就能挣到 每个月大概两三千块钱 这段时间你做过很多很多的工作 有没有一个工作 你相对做得会比较长一点的呢 我做的最长的工作应该是代驾 就是 就是 久后代驾开车吗 对 开车 哎呦 天哪 这个代驾应该是从 2010年 我那年是23岁 因为当时就是看到别人开车代驾 会比一般的工作挣的钱多一些 然后我就去学了驾照去做代驾 虽然赚的钱挺多 你想这个叫代驾服务 一般往往白天喝酒的人很少 是的 都是晚上 年纪那么小 在外面给别人开车 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呢 刚开始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真的是遇到过一次危险 就是 有一次我把这个客人送到目的地之后 我走了一点 走了一点路的时候 就有人尾随我 然后我当时真的特别害怕 因为一个女孩嘛 然后刚二十多岁 然后我就想 我走快一点 走快一点 然后到我走快的时候 人家也会走快啊 然后我特别害怕 然后正好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小卖店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加快脚步 我就跑到这个小卖店里面 我说老板不好意思 外面有人追我 然后但是那个老板人特别好 没事没事 你在这等着吧 然后我就一直等到那个人 离开我那个视线 然后慢慢地我才回去 也是从那个时候 我剪了短发 特别特别短 然后我就是想 让自己男性化一点 有的时候可能穿得比较老气啊 然后走路 有的时候也会学男人走路 就是能给自己一种安全感 这样会觉得心里还会踏实一点 这是当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对 是的 我能挣到这些钱 我就可以给家里分担一些 我就给自己什么都不舍得买 我觉得给自己买什么都多余 就把这些钱存下来 给弟弟上学 然后其实最高兴的就是 过年的时候 把自己存的钱拿回家给爸爸 然后就是说 家里能花到我挣的钱 我特别开心 而且就是他们花到我挣的钱 我就不心疼 特别特别高兴 比我自己拿到这个钱 要高兴得多 但是其实最开心的 还是今天可以在 我们这个音乐的舞台上见到你 而且听 让我们觉得很意外的 三十多岁的年纪 现在你可以冲返校园 现在你在哪个学校上学呢 我现在在中国音乐学院 在我们学校 是 老师好 考入了当年自己梦想的院校 中国音乐学院 对 现在读大三 对 重新拿到梦想的那张 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还记得那一刻你的心情吗 对 其实我上 十七年前一样吗 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2017年 我拿到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证 我就在我们学校的门口 拍了一张照片 真的当时 那个时候的心情 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我总觉得 我自己缺失了一个 我的大学的一个时段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我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 我是这个学院的学生 因为之前我也去 但是我都是听别人的音乐会 现在我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我就会特别自豪 那一刻你会特别幸福 对 我这辈子 终于把我失去的东西又得到了 是的 这个真是激励人 挺感动的 听了李金明的故事 让我有一种感慨 这就叫什么呢 苦尽甘来 终于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而且弟弟现在也培养成才了 对 对 弟弟现在是南开大学的研究生 对 很厉害 真好 今天弟弟也在现场呢 对吧 对 来 那个默契给你一个主持的机会 现在你是副主持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拿着话筒 代表我们这个时候 这个情绪线 你觉得应该采访弟弟 问一个什么问题 我感觉这个 姐姐现在有没有对象呢 现在 还没有呢 还没有 就是那个父母对这个姐姐这个 这个这个 择偶有什么标准吗 没标准吗 我个人觉得翻歌不错 那个咱们这儿还有保安嘛 富裕的保安 把那默契给我拽出去 你问个问题 你说你问的什么 来 这样 掌声把弟弟请上舞台 苦惊甘来 而且今天姐弟俩 在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我觉得相互鼓励 这样今天给姐姐加加油 好不好 姐这么多年 你为这个家付出的 已经够多了 然后你现在应该去 放开手 不用担心我们 我们现在 就是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 然后你要放开手 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去追逐自己的梦 我觉得你也有这个实力 加油 你是最棒的 谢谢 谢谢我弟弟 好 那接下来到亲友区 给姐姐加油 好吧 好的 谢谢范哥 好 见面 接下来舞台属于你 加油 好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 跳一起春的蜡蜡 情是本的永远最美 四周春和心春无辟 春天 跳一起春 跳一起春 跳一起春